歡迎來到新世界,一個分享知識的地方 大家剛開始投資的時候 很可能是重提一些相關書籍開始入手 但市面上的投資書有這麼多 而最初又沒有相關知識的時候 又如何判斷到底應該要看哪一本呢? 那麼一聲,自己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都知道一半半選真的非常困難 所以今天就決定一次過整理一下自己看過最好的投資書 令大家可以輕鬆地上手投資 如果你喜歡看書,或者上總是財務自由的話 都記得訂閱Ascen 這個頻道 在開始之前,先講一個不同的Tier 分別代表什麼 Tier 1 是Ascen 者覺得人生不可不看的投資書 這樣適合一些剛起步投資的人看 Tier 2 是解釋了一些重要投資概念的書 它可以幫初學者理解實際操作要知道什麼 Tier 3 是有了基礎之後,可以幫我們進一步提高投資水準的書 Tier 4 是參與市場一段時間之後 可以幫我們找到自己投資風格的書 這樣呢,今次一共選了23本投資書 當中不是每一本都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全世經典 但無論是什麼Tier 都好 其實都是Ascen 由自己看過的幾百本投資書中 精心挑選出來的最佳讀物 所以,全部都是Ascen 覺得內容清晰容易讀,而且含金量最高的書 每本書的連結都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的描述難度找到 如果有時間的話,Ascen 都強烈建議大家每一本都看,一定不會後悔 而如果你想知道還有什麼其他新書好看的話 你都可以加入Ascen 的會員 看看Ascen 每個月定期分享的幾篇閱讀筆記 好,那就等我們開始吧 第一本是超級出名的智慧型投資人 智慧型投資人的作者就是股神巴菲特的老師,班月明郭拉罕 所以這本書一直都被其他人當成是價值投資人的聖經 由什麼投資,怎樣配置資產,怎樣衡量風險 去到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全部都有足及到 而申辦入面,由著名的財經作者,傑森之威格做的注釋 更加畫龍添精,將一些21世紀的案例都放進去 令整本書的內容更貼近當下 如果你想了解什麼是投資的話,這本書一定是最佳的選擇 好,第二本證券分析也是班傑明郭拉罕的著作 這本書比較偏重於不同資產的價值分析 很詳細地解釋了,到底如何可以在財報內 用一些有用的數據來分析 如果你想學一些基本分析的概念,這本書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出發點 但因為它出版的時間比較久遠的關係 所以作者後來都有講相關的方法放在現代 可能效用已經相對沒有那麼高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放在T1,而放在T2的原因 之後到《錢中雪蟬》 《錢中雪蟬》這本書是由一個神秘的blogger 《錢中雪蟬》做的網絡文章合集 你沒聽錯,書名和作者名都是一模一樣的 作者本身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股市大戶 雖然他說話的語氣有點狂怒 但整體而言是一本非常有水準的技術分析書 你會看到,作者獨創的前論可以點用於判斷市場周期 變化、買賣點和籌碼的變化 因為他寫得非常好看,同時有少少難名的關係 所以讀下去,非常像一本武能秘笈 Azen 極之推薦,所以會放在T1 然後,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 這個就是股神寫給波克夏股東的信件合集 作為史上最強大的投資者,巴菲特的信 是充滿了他對投資和市場的智慧 如果你想知道,股神是用什麼原則 去選最有潛力的公司的話 你就一定不可以錯過 如果你說,為什麼Azen 放在T2,不放在T1 原因應該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他要對投資有了基本概念之後 你才能在這本書上學到最多的東西 下一本到,股市真規則 這本書是評級機構神聖的研究部部門主管寫的書 他很詳細,說了到底如何判斷一間公司的好壞 他也說了到底在研究不同產業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要關注的重點 而因為部分的題目講得比較深入的關係 所以這本書比較適合一些已經開始參與市場的人 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書裡面說不同產業的優劣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放它在T3 下一本,不雪荒的價量 是一本簡單而明的專題技術分析書 整本書其實就在講價格和成交量之間的關係 這本書可以非常好幫我們理解到底價量關係是什麼 對判斷買賣的力度和趨勢都非常有用 不過因為書裡面的重點,其實非常快就可以講完 所以它中後段的內容略微有點重複 我們集中看完前半部分就已經足夠了 這本就放T4 之後這一本《金融怪傑全球頂尖監力高手訪談錄》 是一本投資高手的訪談集 這本書訪問了非常多不同派系的投資人 都分享了很多不同派系的投資原則 如果你還在想到底有什麼適合自己的手法 或想知道到底市場上的高手在想什麼的話 他都非常值得你看看 很可能你會在看到他們不同高手的做法之後 找到屬於自己的投資爐 所以這就是找出自己投資風格的T4 下一本《投機者的迫克》 這一本是資深投資者分享的經驗思談 作者透過自己市場上賺錢和輸錢的經歷 講了一些投資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例如說怎麼可以防止輸大錢 或者說怎麼才算是一個好的投資方法 算是一本比較貼地的書 而且非常容易看得完 如果你說很怕悶的話 看這本就對 阿聲覺得它應該屬於重要概念T2 第九本書《財務鏈金術》 這本就很詳細地講解了 到底怎樣才能看得明白財報的數字 如果你不懂得怎樣看資產負債表、選億表和現金流量表 你可以將這本書當成一個起點 一次就看明白到底不同的數字可以反映什麼事實 我覺得這本應該是T2 下一本《金融市場這樣比喻你就會》 它是一本極清晰的入門金融書 透過很多有趣和容易明白的比喻 就算是毫無認知的人 都要輕鬆地掌握投資要知道的用語 放在T1 的原因 是因為阿聲覺得這本真是市面上 極少數甚至下位一本 可以將一些非常悶的名詞 講得最新和有趣和容易理解的一本書 所以是十分推介大家看的 第十一本書《窮查你的普通常識》 這本書其實是股神幾十年的拍檔 波克夏的副董事長查理蒙格的演講和思想合集 如果你想知道市值幾千億的公司 到底是怎樣選股票 或者說一些普通投資人最常犯的錯是什麼 你就可以透過查理蒙格獨有的一些嘲諷語調 去感受一下投資市場的真體 我覺得這是屬於T4 投資風格的書 第十二本《非常潛力股》 它是成長股價值投資查理之父 非離譜廢雪的名著 你可以找到一些十分詳細的選股票原則 以及怎樣可以決定 到底應該買還是賣一隻股票 你可能會覺得 為何我先選了這麼多投資名人的作品 其實是因為透過理解頂尖投資者的思路 我們就可以打造屬於自己的投資原則 再在市場上進行一些實戰的驗證 這個都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膊上做投資的做法 它也可以大幅減低自己最初 因為無資而嚴重出錯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提高水準T3 的書 第十三本《交易創造自己的勝輩》 看名字你就應該知道 這是說如何打造屬於自己的交易法則 這本書其實充滿了大量對一些參與市場的人十分有用的知識 因為它主要說的是 我們可以怎樣發掘、決定和驗證一些交易的原則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長期的生還者 然後想知道 要怎樣才能確保自己不會被人踢出局的話 這本書是絕對幫到你的 所以就放T3 第十四本《猛步華爾街》 因為它是一本十分適合個人投資者的入門指南 它用一些非常簡單易明的文字 就將投資世界入面要知道的知識 簡約告訴給所有新手資 你可以期望自己可以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理解到到底什麼是投資 可以投資什麼 以及不同的投資產品 它有的期望回報和風險有多少 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對股票投資認識不多的人 看完之後一定會有些得著 所以我就將它放在T1 下一本《跨市交易思維》 這本算是相對比較進階的知識 當你真的正式掌握了股市的基礎之後 你可能就會對不同投資產品之間的周期有興趣 如果你說你想知道到底股票、債券和期貨之間有什麼關係的話 又不知道它們可否用來避險的話 這樣這本書就會將答案告訴你 所以它算是一本比較有經驗之後才看得懂的書 我就放它在T4 第十六本書《亞當尼倫》 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技術分析方法書 它對市場的走勢有非常獨特的見解 亦用了一個比較另類的方法去分析市場走勢的變化 推薦這本書的原因 阿沈會覺得是它的啟發價值 大於它的操作價值 我們可以用這本書來擴闊自己研究市場的思路 提一提到底項目開拓出屬於自己的分析方法 所以就放它在T4 然後來到第十七本書《無限投資學》 這本是一本非常好,非常適合不同投資者看的書 雖然它的觀念很簡單,方法很簡單 但阿沈有時候反而覺得,簡單才是大到字簡的呈現 有時候要成為一個長期賺錢的股市生還者 其實未必需要用一大堆的規則才做到 你可能按照書中的簡單操作,都可以達至長期成功 因為它的觀念很簡單,又非常容易理解,又很容易應用到 所以阿沈覺得它是屬於T1一定要看的書 第十八本《大債危機》 這本書的作者是頂尖的避險基金創辦人達利歐寫的一本書 算是一些比較進階的內容 這本書研究了過去百多年不同國家發生過的債務危機 透過深入的個案分析,歸納出債務周期的痕跡和過程 如果我們想知道到底如何避過嚴重的經濟危機 或者如何幫助自己做避險的話 這本就是一個提供了大量有用資訊的書 所以我放它在T4那裡 第十九本書《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這也是達利歐的著作 算是一本比較進階的宏觀經濟著作 緊接著剛剛提到的《大債危機》 這本書都進一步觀察了更長的幾百年歷史 並且分析了世界強權的興起和衰落 它的優點就是很有邏輯 正理了以往強權交替的周期 以及在過程之間有什麼事會發生 有什麼跡象可以見到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以往出現過什麼大型的經濟危機 或者說變化的話 它就是一本不可錯過的書 但因為它相對難度不低的原因 我放它在T4那裡 下一本《專業投機原理》 它是由連續12年都賺很多錢的操盤售所寫的一本書 因為作者有大量的實戰操作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實際應用到的投資原則 無論是基本面或技術面分析 投資者的心理分析 甚至是一些經濟大環境的分析 它都有提過 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投資水準的話 就一定會有幫助 它是一本T3的書 第21和第22 兩本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它們都是《交易聖經》 一本是第一集,一本是第二集 兩本書的內容其實都非常優質 為什麼一本是T1,另一本是T3呢? 因為第一集說的內容是一些對新手極之有用的觀念 它說了什麼是交易風險 操作的原則是什麼 倉位可以怎樣管理 心理可以怎樣控制 這類的內容 它都是一些投資上路的必備知識 所以它是屬於T1的水準 至於第二集 其實就是集中說了到底我們可以怎樣測試 以及開發屬於自己的交易策略 它都說了一些不同的著名投資指標 實際操作的成果是怎樣 所以它是要對市場有一定經驗和一定認識的人 才可以真正理解和應用的知識 我覺得它放在T3 是相對比較合適的選擇 去到最後一本 第23本《笑戶和好股市》 它是由一個極之著名的投資者 威廉·歐利爾所寫的 這本書是非常精彩 說了選股原則 如何判斷資金和市場的趨勢 亦說了如何做好資金的管理 它提到的觀念、很精闢、很握耀之餘 都提供了大量例子作證和讓我們參考 算是為新手打開投資大門的一本名著 所以阿SEN 覺得它屬於T1 一定可以錯過的一本投資書 好,全部23本書都排好它不同的T1 如果你是投資新手的話 可以由T1慢慢開始看到T4的書 如果你說你已經有經驗的話 你可以集中看一些你想了解的範疇 當然,在蝙蝠的限制下 其實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書 沒有放到T1表裡面 亦不代表這23本書以外的書 就不是好書 所以大家其實都可以把這個列表 當成是投資上售必備的書 就可以了 最後就用古神巴菲特的名言來做結 思考投資的最佳方法 就是在房間裡獨處並且進行思考 如果你覺得這樣也沒用的話 你做些什麼都不會有用 好,這集的內容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內容的話 記得留言、點讚、分享、訂閱和追蹤阿SEN 不想錯過任何內容的話 記得打開小鈴鐺 阿SEN 會為大家更深入講解不同的 閱讀投資理財、商業知識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卡